宜兰县规定老人假牙补助必须涉及三年,全口无牙的独居穷老才能申请,标准严苛者批评代理县长陈经德面对议员质询时与诺放宽申请标准,不再限定独居与全口无牙,更多长辈可受惠。 宜兰县议员0月前今天质询时多次要求县府做功德,不要刻薄长者。 他说,县府对65岁以上老人假牙补助,从原本的全口无牙才能补助,103年起放宽为全口剩下三颗牙可补助,但今年政策严格,限定涉及三年,全口无牙,独居,中低收入户才能申请,几乎申请不到,今年至今也不过65案,今往年九分之一。 0月前批评,103年是五合一大选,105年总统大选,县府编了2500万元,今年没选举,县府只编400万元经费,只已为选举榜,尤其独居已经很可怜,没人可帮他申请。 县府还要求全口无牙,很多县市都是盛量,三颗自然牙即可申请。 宜兰县政府不必刻薄老人听从行政院长赖清德指示,多做功德。 据了解,县政府原本以公益彩券盈与补助一般老人装置甲牙,每年编列约2500万元预算,但监察院要求牌付,县府今年才决定以经济弱势优先,预算编列400万元。 面对林月贤要求恢复原来的老人甲牙补助办法,陈经德强调,这项福利补助的台付是必要的。 在宜兰县财政许可原则下,县府可以开放涉及一年,不必独居,只要三颗自然牙以下的中低收入户即可申请。 如果经费不够,再办理追加,宜兰建议员林月贤,佐,要求代理县长陈经德做功德,县府允诺将放宽弱势经济的老人甲牙补助,图帆社县议会网站分享。